如果你看过2018年的相声有心人 你也许会记得公事相声的李洪业夫妻 当时他跟郭德纲在节目中的辩论成就了李洪业的火 火起来焦大的公事相声在一段时间内也是风光无限 不仅成为了取义协会的成员 而且还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然而这股热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就消散了 三年后公事相声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只不过立志做视频账号的他们 15天的时间仅仅获得了2000多个粉丝的关注 不可谓不可怜 既然想着要做视频账号 总要做一些热门的段子来引起网友的关注 而想来想去 他们还是选择了蹭郭德纲的热度来增加自己的关注度 内容就是2018年相声有心人参赛时的所谓内幕消息 和关于三俗问题 封面则是满屏的怒怼郭德纲 可以说是赚足了人们的眼球 想法是好的 只是这结果并不如人意 每条视频的评论往往都比点赞多 15天的时间仅仅获得了2000多个粉丝 这个关注量的确有些寒碜 既然是怒怼郭德纲 李红业总要说一些网友不知道的事情 万没有想到的是 三年后的公事相声依然还在蹭郭德纲的热度 当然在视频中 李红业也爆料了几个大家所不熟知的内幕 一个是承认节目是有剧本的 但是李红业又说自己没有按照剧本的意思来 剧本上的内容是公事相声在开赛前认为自己是冠军 这一点郭德纲也在节目中应答了 你先认为自己是冠军了 而后面的如果您投资 我立马就做这一段是现挂 是李红业临时加入的 当然郭德纲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到位 二个是吐槽相声有心人节目组的胡乱剪辑 公事相声夫妻俩在相声有心人中表演的段子 有一个最大的包袱是胡面反射后形成的镜面反射 好浪漫 这样的一个包袱在李红业看来是被剪得支离破碎的 视频中李红业把正常的版本也说了一遍 是一句非常长而且有点拗口的长句子 类似于相声里面的灌口 和节目中的胡面反射后形成的镜面反射 好浪漫对比还是有差别的 李红业认为节目中是在瞎剪辑 同时李红业还说自己在当时的确提了一个比较敏锐的问题 只不过这个问题被剪辑掉了 他问的问题是 有段相声一次都没笑凭什么就给他晋级了 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徒弟师叔吗 他所问的这个对象应该是在他们前面参加比赛的谢金李赫东一组 只不过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呈现在节目之中 在节目中李红业对于谢金李赫东两个人的表演全程冷脸 而且还吐槽谢金李赫东的包袱老没有新意 这也是李红业不满意他们的主要原因 而在最新更新的一条视频中 公事相声李红业也是在谈三俗问题 关于三俗问题相信已经没有必要过多介绍了 相声名家江坤先生已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这个问题 三俗主要包括庸俗妹俗和低俗 在视频中李红业还进行了更为直观的举例 像我们经常说的某某老婆这种 或者拿别人找乐这种就是低俗 虽然公事相声李红业博士没有点名 但是依然有网友质疑李红业蹭郭德纲热度 转眼间相声有心人播出已经三年 而李红业博士视频内容来看 对于当年被郭德纲淘汰依然耿耿于怀 并且还聊了聊当年节目有没有剧本 按照李红业的说法 有剧本但是自己来了个现挂 没有按剧本来 只不过时过境迁 三年过去了 谢金李赫东经过相声有心人的历练之后 算是彻底的打开了自己的表演状态 这就很难得 而反观这所谓的公事相声 还在蹭郭德纲的名气度日 这就说不过去了 15天2000个粉丝关注量 点赞却比评论高 李红业的公事相声 看来在视频行业也不大火 不知道应不应该反思一下呢